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月丽红 今年30岁 来自白沙里 住这次县南迅村 我现在无理路有机茶园工作 我跟我老公是网恋 12年 我来到他们家说 他们家也是评论户 我当时看着那个房子 天哪有没有我高啊 他的房间就只一个床 就连衣柜也没有 这个地方如果说我结婚的话 我爸爸妈妈来的话怎么看待 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你各种原因都出现了 我们社长看中我就是说性格的话就比较开朗 做事的话也是比较诚实 他就说那么你就直接做接待吧 脾气比较急 然后很多事情家里面的矛盾没处理好 就会容易把情绪带到工作上面来 然后我们社长的话就要求 不管什么事 首先你要把家事处理好 才可以把你的工作做到更好 主要在茶园的话 我现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 工作也比较进家 就是说我也还可以接到孩子 所以现在对于家庭这方面收入还是可以的 老公也现在出去海口这边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房子 以前那个房子是特别的差 还漏水 那在这里不一样 如果说你没事干 你可以干别的 你干别的同时 有些东西你不会的 你去把它做了 反正你自己学会了 是吧 这是一种收获 经过在茶园这段时间工作 然后就是学习的东西也比较多 经过考察 我现在的话也是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小月她是预备党员 她很快也就是转正了 所以她要积极带头救用 在这里的话不仅是一个工作 也是一个学习 然后可以让我学得到更多 可以看得更远 我们的茶园叫无理路 我感觉生活也是这样的 美好的生活也是要靠一段 的无理路走出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